儿子你马上给我转一千万过来 我要给你弟弟买车 这一千万你要赶不给 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 听见了吗 妈 我快要被你的电话轰炸得粉身碎骨了 这已经是一百四打电话 问我要钱了 我真的没有钱 你真是个自私自利 吃里扒外 不要脸的白眼狼 你看弟弟多好 又孝顺又有出息 谁像你啊 老知你这么自私 当初就不该把你从垃圾桶里捡回来 你但凡有你弟弟一半出息 我也能多活几年 妈 从小到大 你从来都不觉得我好 无论我怎么努力 想要证明给你看 在你心里我永远都是个垃圾 我从小成绩优异 你就说我是抄的 我高考的高分 你又说我肯定是作弊了 就连我考上的北京大学 在你眼里都是垃圾 还说我这么差劲的人 考上的学校能有什么好学校 而弟弟考上的二本在你眼里 才是值得炫耀的名校 毕业后 我跟同学一起创业开了公司 你知道后使出浑身解数 跟我各种要钱 弟弟毕业了要买房买车 你自己要买金手镯 各种买买买 你也不管我在外面多辛苦 不管我过得多艰难 但凡迟疑 你立刻破口大骂 既然我没用 我没出息 你的儿子才是最有出息的那个是吧 那我倒要看看 吸不到我的邪泥怎么风光 你的儿子怎么出现 既然他在你心里才是最好的 那以后你就当没我这个儿子吧 就让我自生自灭吧 没了我这个没出息的人 给你丢脸 你和你亲儿子肯定会过得更好 对吧 儿子咆哮般的 发泄完情绪就挂了电话 同时也拿黑了 所有跟原生家庭有关的联系方法 随后就给中介打电话 重新给自己租了个房子 搬完家后 儿子给合伙人打击电话 彤彤 如果我家人打电话问我在那里 你就说我已经跟你拆伙走人了 不知道我去了哪里 我说你早该这样了 你家那位算什么母亲呢 分明就是微不熟的小狗 那胃口简直吓死人 你妈也真是多奇葩 昨天一早就来公司闹撒破打滚 幸好你没来公司 他到处骂你不笑 还去各部门举报你公司 门口过个人 他就给人家下跪磕头 让人家劝你孝顺他给的钱 看来我真的是低估了他的本事 我搬了新家 换手机号 拉黑了他们的联系方式 他们彻底联系不到我了 从头你放心吧 我已经在其他写字楼 重新租了办公地点 要我说你那个家早该离开了 从今以后 咱们兄弟同心 什么难题都能过去 对了 小柔上午还给我打电话呢 说他有个客户 对咱们的新项目很感兴趣 从头 我突然发现在 拉黑我原生家庭的这段时间 没人跟我要钱 没人指责辱骂 真的太开心了 一下子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 你的人生啊 原本就该是这样 努力充实又平静才对 我的原生家庭 应该正因为 我的突然失踪而鸡飞狗跳吧 毕竟他们的提款鸡美了 是啊 你妈还真的是耐心失足 找各种人的手机 给我轰炸电话 不过我都按照 我之前商量好的告诉你妈 我们公司已经破产 至于你的去向不明 你妈想多问两句 直接被我劈头盖脸的一顿讽刺 你是关心儿子呢 还是关心取款机 他欠了千万债务 你们就赶紧卖房帮他还了 你妈当然不信 但公司原址 确实已经人去楼空 一副兵荒马乱的模样 他还在半信半疑你 闹得不可开交 我弟怎么样了 你弟掏了定金 订了一千万左右的车 可能在我弟眼里 这也就是 我妈给我打电话最关心的事 可他万万没想到 我这个提款机居然失联了 你弟拿不到钱 买不到车 就找你妈闹 你妈就不停地 给我打电话 询问你的笑话 聪通 你不用管他 我倒要看看 他能弄出什么幺蛾子 接下来让小包 意想不到的人 母亲找不到小包 急眼了 母亲直接把儿子的 合伙人小柔给打了 小包 你快管管你妈吧 她跑我家来咬人 说我是你外面养的女人 我老公 这回正在跟我闹呢 把我的脸挠了不说 正闹着离家出走 而且她还问我要五百万 我妈是怎么想的 她怎么有脸 跟你要五百万呢 可不 你妈让我给她五百万 还说少一分都不行 求你赶紧过来 帮我跟我老公做个澄清 不然我就看不到 明天的太阳了 抱歉小柔 我本以为 只要我不让他们找到我 他们就影响不到我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 为了钱 我妈竟然什么事情 都做得出来 小柔我马上赶过来 实在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小包急忙赶到小柔家 家里已经鸡飞狗跳 大哥 你别激动 我现在说什么你也不信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要和小柔有什么 就叫我出门被车撞 吃饭咬自己的舌头 碎尸万段不得好死 小包羞愧难当 只能将黑名单中的母亲 弟弟的聊天记录 拿出来给她看 这时小柔老公的神情 不停变换 看着我的眼里满是同情 我不能这样被动了 我要开始反击 好样的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小柔 麻烦你帮我化个妆 越憔悴越好 我打算先从我舅舅家开始 我妈这个人 这辈子都是为别人活的 之前是为了我舅舅 后来是为了我弟弟 就在去年 我妈还比我拿了三百万 赞助我舅舅买车 我打算去把钱要回来 小事一装 化妆我最在行了 到时在用橄榄油 把头发搓得像一缕一缕的面条 看起来邋遢又颓废 谢了小柔 后面小包直接去了舅舅家 舅舅们一开 小包咬在嘴里血泡 将一口血喷在舅舅身上 小包你这是咋了 舅舅 我我 我可能快被舅舅赶出来 小伙子 你这是怎么了 要不要紧啊 我得了重病 舅舅家欠 我钱不还 把我轰了出来 围观人群越来越多 接着一片骂声 走 我们一起去找你舅舅一家 帮你要个说法 反正也治不好了 那钱就当我临时孝敬长辈吧 一群大妈大爷们 口沫横飞的替小包打抱不平 此后 舅舅家已经没人和他们打交道 回到家小包 将事情告诉了他的兄弟 你能确定这个方法管用吗 我确定 今天晚上以后 我舅舅一家将臭名远扬 而我妈也会很快 知道我病得快死的消息 那张诊断书 被我故意留在了我舅家 我太了解我妈了 只要她知道我快死 毕竟会将我当成 烫手山御征的越远越好 毕竟我一个将死之人 白送都没人要 这时小柔也打来电话了 小包 告诉你个坏消息 你妈居然真的去报警 说我是你的情妇什么的 李阿斯要证据 你母亲自然没有 可你母亲不依不饶 再让李阿斯来抓我 只可惜 警局不是她胡搅蛮缠的地方 在李阿斯劝说 无果后 直接告诉她在胡闹 就拘留她 你母亲直接在警局 上演了撞墙寻死 我一边通知律师 告你妈勒索和诽谤 哎 不得不说 你母亲也是个人才 眼见事态不受她控制 就怕了 于是开始装疯卖傻 纵使我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这时候也不得不佩服 随便你怎么处理她吧 我已经跟她没有关系了 祝你好运好 那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 小柔和李阿斯一唱一贺 阿姨 你这是不是有精神病啊 上次去我家闹 现在又来警局了 不行 得通知家属 送去精神病院鉴定病情 如果属实 就得强制治疗 至于这鉴定病情的费用 以及袭警 和污蔑无辜人士的责任 就用阿姨的监护人小伟来承担 你们凭什么找我儿子 我儿子还小呢 他啥也不懂 要找你们找小包去 让他来 此刻母亲想经了缘由 立马开启不要脸博士 哎呀 李阿斯同志 我错了 你们就放我走吧 这里可不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诬告他人拘留15天 并赔赠小柔5万元 这5万块是弟弟送过去的 除了排除所后 小柔又联系了小包 小包事情搞定了 不过我看你那弟弟是在作死啊 我弟又怎么了 你弟开了辆大奔 过来交的罚金 我将车牌号拍了下来 发给朋友查了 发现这车已经在你弟的名下 刚过的户 我弟一个无业游民 他哪来的钱 我妈手里最多也就40多万 这几年从我手里前前后后 要走得近500万元 这500万让他们也花得差不多了 全款买了一套房和装修家电 加上我弟之前买了辆车 还有我旧家的 他们基本负担不起这么好的车 谢谢小柔 给你添麻烦了 别客气 这是你也是身不由己 小包公司业务越来越好 不到半年就身价故意了 这时母亲又出了幺蛾子 什么 你妈居然收了别人30万顶金平面 是啊 我也才知道 我弟弟买的那辆二手大奔 竟然是借的钱 没几个月就滚到了100多万 我弟自然没钱 还拆东墙古西墙 几个月后 讨债人上了门 我妈这才知道 我弟居然造下这么大一个坑 眼见着房和车不保 借钱又借不到 我妈着急了 又把主意打到我的头上 可你妈不是知道你生重病吗 我生了重病有什么关系 也不知道我妈在哪找的野鹿子 还真被她找到了 我妈还跟那人拍胸壶 保证一个月内 她绑到棉北赶腰子换钱 如今她正满世界找我 还去派出所暴力 说我得了绝症 生死不知 她担心我 还请李阿斯帮忙找我 世上居然会有这样的母亲 在今天之前 我还想着我只要不给他们钱 就是最大的报复 坏人自有天收 既然他们无情 就不要怪我无意了 那我就只能让她知道 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 爱占便宜没够的事 小包找到小柔帮忙 小柔动用家里的关系 让李阿斯在核实小包安全无恙后 开始收集证据 起诉他们 有小柔的关系就是好办事 没几天法院就判决了 对于母亲 在法律上小包 对她有赛养责任 所以以后会每个月 给她打生活费 等她失去生活能力 小包会送她进养老院 然而弟弟欠了一股债 每天都是乞讨生活 全剧中大家对这个结局满意吗 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我是小包 我的愿望是粉丝三连暴富 么么么么么的